张和景观步道通往易经大学 沿路环境经营的十分漂亮 县议员赖燕雪特地邀请任何社区 及张和社区的长辈们互相交流 一起登山践行并做进山活动 赖燕雪议员肯定张和景观步道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才有这样的成果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登山步道往上走 就是我们的易经大学 那么东西像可以连结我们的八卦山 横向的一个连结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宜居 非常适合我们登山的一个休闲的狼带 那么今天很荣幸的 跟我们张和社区的长辈 一起做互相的一个交流 我们人和社区的长辈也非常的开心 今天参与的人数相当的踊跃 可以说是破百了 那经过里长的一个导览解说 也有让我们见证到很多 我们没有看过的花花草草 社区的一个成功并不是一朝一夕 是透过大家的一个努力 才有今天的成果 张和里陈姓生里长沿路介绍张和景观步道 全长共2.5公里 沿路花木扶梳 树木清脆 生态极为丰富 陈里长希望大家能亲临景观步道 真正了解这条步道的美 这步道统统长有2.5公里 2.5公里 中间有三个宿舍 中间和伊金大学来结合 第一就是我们这个 101好汉坡 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的休息桥 还有一条就是伊金大学的后面 当然中间也有一条阳光植林 这个也可以通 都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交通很方便 大家亲临才可以了解 张和社区关华据点总干事刘阿丹 感谢赖议员办理这趟进行进山活动 让每位长辈们都感到十分开心 感谢左岸关华学院赖议学议员 带领他们能和社区的关华据点老人 来跟我们张和社区的老人结合来进山 这个活动真的很好 我们老人家也很开心 张和景观步道 因为没有里长的帮忙 也不能做到现在 也很感谢我们张和里长 也希望这个活动能配 有那个议员 赖议学议员给我们推广 人名气越来越好 这条通往易经大学的张和景观步道 生态丰富 环境优美 是一条极为适合登山践行的步道 赖议学议员期望借游活动 让长辈多走出户外 也达到健身的目的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